今初有聚 無畏無聚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台股今天出現了一個反彈 不過今天盤中震盪的還蠻劇烈的 盤中也有傳出是ETF 大型ETF胖手指下錯單 所以導致華邦店或是說旺宏等多檔個股盤中出現大漲 這個新聞要怎麼解析呢 另外就是英國的債務問題 其實讓昨天美股出現強勁的反彈 因為他們開始有點在丟資金了 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選擇要去大量的購買呢 購買這個債券呢 今天也會跟大家說明 當然還有蘋果相關台積電 漲價被拒絕的問題 後續要該怎麼反應 那再最後就是終於要解封了 那相關的肝電骨要怎麼觀察 那就是今天的重點 一樣開始之前 一樣先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 還有還沒交到海豚帶生活圈的 記得趕快加入 那最近優惠活動呢 還在開跑中 那到應該是下禮拜一就結束了吧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趕快掃描免費服務表單 留下你的問題或服務人員跟你去做聯絡 好 那英國雷曼這個翻版的問題 其實這邊這個新聞其實有出來 在今天盤後 那簡單來說 這個英國他們這次去無限量購買 其實已經受到國際的抨擊 就是說你們已經在要壓低這個通膨了 那你們這時候再去釋放錢出來 那進商對於什麼 對於壓力通膨是反效果 等於說你之前做的努力 全部都會被打消 那其實仔細去看呢 原來是因為 他們購債計畫呢 是為了避免這個退休金產業呢 或是退休金的 退休金的相關的這個部分呢 去出現這個破產的問題 因為利率突然拉得太高的話 會導致他們的這個相關的 這個災務的問題出現狀況 所以就先去做 去緊急做這個措施 所以只能說啦 這個問題其實各國都會遇到 只是說英國呢 是用這個方向去做這個動作的 那當然美國會不會有可能跟進呢 其實市場也在去做猜測 因為畢竟如果生息生得太快 利率拉得太高 其實對很多這個自由債務問題的 不管是中小企業還是政府基金 其實後續都一定會有所謂的流動性的問題 那如果當這流動性問題出現的時候呢 像2019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就出現類似的狀況 那時候呢 聯準會就緊急釋放資金 去拯救相關的這個流動性 那如果說接下來 美國又出現的話 會不會出現一樣的狀況呢 這也是值得大家觀察的 但是也是要告訴大家 雖然說目前總理經濟 還是比較偏空的 產業也偏空 但是如果美國真的 FED真的撐不下去了 必須要釋放資金來冷救流動性的話 線上對股市來說一定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正向反應 所以到時候有這個狀況發生的話 空軍弟兄們齁 就請一定要小心了齁 好這是第一個新聞 那第二個新聞齁 我們來看一下齁 台積電齁 就是要漲這個代工費 被蘋果拒絕了對不對 齁那這個影響呢 其實很簡單齁 就是海豚之前一直在周報有提過齁 要留意一下接下來台積電的彩色下修的問題 導致呢 我們的護國神商 齁 最後一座護國神山呢 好像一座這座啦齁 這座護國神山呢 失去他的護國的作用 齁那 這個一點呢 基本上要等到10月中 因為其實蘋果這邊其實並沒有 釋出應該說是 這還是只是傳聞階段啦 所以實際上可能還是要等到10月中的 台積電的法說會 才會知道這件事情的狀況 但是呢 即便沒有這件事情呢 齁大家還是要留意啦齁 就是各個需求都在下滑齁 台積電很難不被影響 那既然 既然這個 美國各個的 主要的公司 基本上都已經受到這個需求下滑的影響 那雖然說蘋果並沒有說 正式的說出現這個 訂單下滑的這個 證實這個消息齁 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現的話 大家留意齁 美國的護國神山就是蘋果 那台灣的護國神山就是台積電嘛 而且在昨天的 美股的漲劫來看的話 基本上 雖然說美股昨天是強勁出現反單 但是台積電 不是不是不是 是蘋果齁 卻是獨自下跌齁 所以這部分大家要留意一下 而且台積電呢 今天也是盤面算是相對 相對弱勢的這個全值股 那再來就是ETF胖手指的部分齁 這個我覺得 呃 是不是胖手指 這個也只是傳聞啦 那實際狀況 搞不好也只是護盤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不用過度去 去 做太多的聯想齁齁 就看 就當看戲就好了 因為其實今天看 呃 不管是比如說像是 有傳出被盤裝大買的 比如像華邦店嘛 那其實他最後 也還是有收漲0.4% 所以如果說是真的是錯戰的話 其實應該是會快速的收斂跌幅 甚至會轉跌 但是目前其實看起來 好像這狀況又沒有太嚴重 又沒有太嚴重 所以到底是不是胖手指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讓我們拭目以待 不過基本上啦齁 這些被拉抬的股票 很多都是基期已經很低的 就是已經大幅反應利空的 那所以會不會是真的 這個所謂的低階買盤齁 也可以關注一下齁 也可以關注一下 只是呢 以市場的情況來講 不用太樂觀 那再來就是 這個齁 宣佈了齁 這個10月13號全面開放國門齁 那當然說這個就激勵了今天的 餐飲股 跟航空股齁出現大漲 那只是大家記得一句話齁 謠言來臨時買進齁 適時來臨時賣出 這個其實就像海盾常常講啦 營收公布前漲 營收公布後 再好都會跌 都很容易出現下跌的狀態 就是這個原因齁 因為 大家其實台灣就算潛疊市場齁 所以基本上很多內線嘛 對不對齁 所以有時候常常在 營收公布前呢 很多人知道 欸 營收會很好 所以開始買進 股票就莫名其妙 就開始漲了 然後營收公布 欸 真的很好 隔天你才去追的話 常常會追在山頂 其實就是這個狀況齁 就搖煙時來臨時買進 事實來臨時拋出 那今天呢 鑑上 相關的個股齁 比如說像餐飲齁 齁 就全面是檔 漲了3.19%嘛 也蠻多是漲了 漲幅費還算不錯啦 所以亞洲帳壽是漲停啊 六角漲了8% 瓦承漲了7% 漢南美食漲了6% 王品也漲了4% 所以表現呢 其實都算是蠻搶劲的 但是他們技術面 其實有在轉好 而且餐飲指標呢 其實也算是少數啦 多頭就是 產業族群裡面齁 少數呢 目前還是處在一個多頭型態的 當然說這個部分啊 不是不能關注 而是也是要留意齁 他們這個成交量 大部分都屬於偏小的齁 像今天成交量最多的 六角也才2867張 你要去做交易的話 一定要留意這個流動性的風險 但是飯店齁 雖然說也有漲齁 不過相對來說 他們表現就 比較沒那麼好了 就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航空股的部分齁 我看法也是一樣齁 就是 航空股的部分 我看法還是一樣 就是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相關的風險 因為畢竟 一樣啦 就是貨運嘛 貨運的減少 營收的減少 你有辦法用客戶的 用這個客運的部分來補足嗎 我覺得是 我沒有看那麼樂觀啦 所以我覺得 飛機的部分齁 我覺得大家還是保守齁 只有彈上來 可能還是會佔賣房 其實會比較安全的 好 這個 再來就是齁 這個 英國的部分齁 剛剛這新聞少講個東西 就新聞在這個新聞 在發佈之後呢 基本上 可以看到就是說 美國的公在殖利率 瞬間的拉升齁 就是在台灣這1點半 看這個消息齁 是1點24分 那這個 公在殖利率拉升時間點 是在1點半的時候 所以呢等於說 欸 市場是不是把這件事情齁 就做一個 不能說利多出境啦 應該說利多 利多突然就不見了 因為如果說 本來英國他們是要 注入流動性的話 注入流動性 或是釋放資金 所謂的寬鬆的話 類QE的角度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基本上對市場來說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美國也做這件事情的話 空軍先跑再說 但是後來事實發現不是這樣齁 他們還是要升級 還是要打中棚 只是為了 避免了短期這個 退休基金的這個破產齁 所以去做的這個 硬做的這個措施啦齁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剛剛看了一下齁 美股的指數大概又轉跌 變成跌1%多齁齁 所以市場上的風險還是比較高的 好那接下來看這個多空頭股票 占那個大盤加速比例 基本上呢 空頭加速已經來到80.77%齁 所以已經進入了所謂的 隨時可能會出現強彈的一個區域 但是 又講了一個但是齁 因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齁 基本上過去呢 在進入所謂的齁 這個強... 呃怎麼這樣 進入所謂的這個 比較恐慌的時候呢 基本上連空頭的 長線空頭加速也會來到過熱區 但是問題是這一次並沒有齁 所以 這次到底會出現強彈呢 基本上我覺得還要觀察 還要觀察 因為這個 長線的空頭加速 還有機會再去做拉伸 如果說後續呢 長短線空頭加速都拉到 60%以上的話 我覺得這個具備齁 這個強勢反彈的 強勁反彈的機會齁 才會更大 那另外就是 還是海德跟大家常常在講的 這個Vis指標的部分齁 因為其實到了今天來看的話 Vis指標 今天是 單說因為今天漲嘛 所以這個Vis指標下跌算是合理 那只是呢 目前距離過度恐慌區齁 28以上 還是有一段距離齁 所以我覺得短線大家 還是要持續的留意風險 短線或許有一些反覆的 小反彈 但是我覺得這邊要出現大反彈 幾乎還是不高 那指數部分也是一樣齁 還是跟大家複習一下 趨勢的部分呢 一樣 目前還是空方趨勢 那形態的部分就一樣齁 就是前面有很大很大的頭部 前面有很大很大的頭部 而且目前頭部呢是有擴大的跡象齁 就是套勞區又再延長三個月 等於說本來是 18個月的頭部現在變成了21個月的頭部齁 所以這個頭部是有擴大的現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盛防後面的風險 但以短線來講 有沒有機會形成破底方還是短線觀察的重點 只是目前看起來空頭是 有朝延伸的方向去前進齁 那13993沒有站回之前齁 這邊短線都還是屬於強勢的空方格局齁 有反彈大家還是要留意啦齁 像海豚前天講的齁 今天的買盤是明天的賣盤 那大家留意 如果說 你有去搶多的 短線還是風險要出顧啦齁 大家說你的手上的多單 如果太多的話 也記得趁反彈 就好好的去做個減碼 降低虧損還是首要要務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句話啦 今天要在這邊的時候我就已經告訴大家 這反彈在賣方 這邊也告訴大家反彈在賣方 這邊也告訴大家反彈在賣方 雖然這段我被甩了蠻久了齁 就是說哎呀海豚一直看空 這邊看不出來要翻多了嗎 我真的還看不出來齁 那現在又在破底了 我只能告訴大家 就是風險還是要顧啦 雖然說跌的越多越接近底部 但是呢底在哪裡 我們還沒看見 就是還是要持續的看下去 那均線的部分也是一樣齁 季線現在看起來 應該還要57個交易日 才會扣到這根長黑可以 所以簡單來講距離 確認落底的時間還是有一段距離的齁 大家操作上還是要進出有趣啦齁 小心風險 好那基本上今天的節目就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齁 掰掰 掰掰 我們按讚 потому 我們可以說 我們不會再多久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